1947年7月8日,一位名叫Mac Brazo的当地牧场主 在他位于罗斯威尔西北部的地产上发现了碎片。 布拉泽尔向当地治安官报告了他的发现,后者又联系了罗斯威尔陆军机场RAF。 1947年7月9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发布了一份新闻稿,称他们从牧场收回了一个飞盘。 这一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引发了人们对地外生命存在可能性的广泛兴趣和猜测。 然而,第二天,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发布了第二份新闻稿,称回收的物体,实际上是一个气象气球,而不是飞碟。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相信政府在掩盖回收物品的真实性质。 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年里,许多人声称参与了碎片的回收或检查,并声称该物体实际上来自外星。 这些说法遭到了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怀疑,他们坚称回收的物体是一个气象气球。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罗斯威尔事件成为历史上最著名和最具争议的不明飞行物事件之一。 无数书籍、文章和纪录片都专门讨论了这个主题。 尽管有官方解释,但仍有不少人认为政府在掩盖罗斯威尔事件的真相,回收的物体是外星飞船。 值得注意的是,罗斯威尔事件仍然是不明飞行物研究者和持怀疑态度的研究人员争论的话题。 一些人认为美国政府和军方掩盖了外星飞船的回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该事件只不过是一种误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